王思聪战队崔永元,爆出范冰冰成名背后的三位前爹大佬,躺住赚钱舒服。 王思聪范冰冰两人积怨已久,事情起源于一条王思聪的微博。 某日,王思聪转发一条讽刺走红坛女星的微博,并称,如坦兴某兵某语,除了根本无作品和不会演戏的硬伤,活起来主要靠非文水军话题和炒作。 微博发布后,王思聪甚至还在评论区与维护范冰冰的网友对骂,事件迅速发酵。 王思聪狂喷范冰冰不守复道,挣钱基本靠躺住,我贫爹也比你完全爹强。床上劈开腿张开嘴就算现在有名了,没作品没演技苍红坦丢人。 四日,范冰冰本人发微博,先是赞叹了一番飞机上有名,范冰这件高级的事情,这不是重点,然后想说一句,你找你的爸,我干我的活,我们都算自强不息。 来讽刺王思聪靠他爹,随后王思聪的回复亮了。 王思聪回复你干你的金宝学习家印,踢爆范冰冰背后前爹阵容。 范冰冰急忙删掉王思聪回复,但已被网友截图留证。 然后有范冰冰水军攻击王思聪,王思聪回复进一步做事干爹的事情。 范冰冰不敢告王思聪,抛出一份所谓律师含风口令警告各媒体不要报道前爹的事情,否则控诉。 范冰冰的性格很讨喜,不做作,不扭捏,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身材,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杨柳细腰。 她也说过时常喝明云茶,再淘点宝就找个道,而看她那鲜鲜的细腰就是这样来的呀。 小圆心里痒痒去世了一段时间小肚子小了下去。 紧接住,范冰冰王思聪双方的骂战正激烈呢? 李晨发了一条微博,本想结束这场骂战,没想到王思聪却写了回复。 王思聪炮轰李晨白玩三年,在微博上这种公开场合,真的是不要面子的啊。 明星互相思起来真的毫不留情。 虽然现在范冰冰李晨频繁的在节目上秀恩爱,在生活中炒作自己。 但是双方的人品众人皆知,不说黑历史是真是假,王思聪炮轰李晨白玩三年也是让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看足了热闹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